KP.2变异株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主要冠病毒株 从4月28日到5月11日期间 美国有高达30%的新病例 就是由KP.2所引起的 而在这之前的两个星期内 比例也还不到16% 换句话说 KP.2的传播速度非常惊人 两个星期就足以让病例翻倍了 传染力很强 那么如果感染上了KP.2毒株的患者 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来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急诊科医生温博士指出 大多数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 永远都不会知道 最后的症状到底是有什么病毒株的感染 那感染的症状呢 包括它体现了人体 恶作 发烧 咳嗽 以及身体疼痛 也有些人呢 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症状 比如说 呼吸急促啊 还有可能会加剧 心力衰竭等等 潜在疾病 那不过 截至目前为止的KP.2毒株 还没有药原 可以实际出的 其中一个症状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学当已经证明 每天吃太多的甜食 过多的精致糖 故随身体 故随吃原 而长期发炎会导致癌症和各种耐性疾病 然而在糖的甜蜜误祸下 许多人根本不在乎身体发炎这回事 有的人认为自己还年轻啊 不管怎么吃 身体都有感应付的 任何癌症之事呢 永远才会得到症状 回头给大家的选择 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得到癌症的案例了 阿斯科 二十岁就在抽筋里 所有五十一场赛事 高清直播 尽在综合章数里到 英雄学习 创造历史